今天要特別介紹 要好好吃蟹一下 而且這個是五星級料理 你特別帶來 因為這個是我最愛的 這個精華酒店的精華炫 因為它現在可以開放到 它有包廂 你可以到裡面去吃 我要特別推薦 有沒有看到我前面的這個叫做 陳年花雕爭先菜蟹前 你知道嗎 它厲害的地方在哪邊 第一個 那個花雕香 真的 你知道它的花雕香 是一層一層加上去 所以它在做的時候 很多是做菜的時候 一開始做一下子 那個香氣就不見了 它不是 它是一層一層 所以它端上來 你在吃的時候 還可以感受到 最厲害的地方吃 你有沒有看到 它的那個 你知道吃螃蟹很討厭的是嗎 自己要把手 弄得很不乾淨 而且就很不舒服對不對 它全部幫你拔得乾乾淨淨 所以那個工 對 那個工處理的 是不是 你看 而且重點是 它下面的那個是蒸蛋 那個蒸蛋 你仔細看一下 然後它那個顏色 非常的漂亮 它其實是把我們的 那個沙公 龍蝦 還有我們的這個白蝦 整個去熬煮的 然後那個整個顏色 去跟它的蛋 整個混合在一起 你整個上來 你吃的時候 你的口感除了吃到海鮮 還有蛋香氣 還有甲殼素的營養素 統統都在裡面 而且還有另一道 據說還可以看到 稀濕的美麗模樣 這個是我一定要介紹 因為這是我最愛的一道菜 這個是它的招牌 這叫做西絲泡飯 所謂的西絲泡飯 你就發現到說 它一上來的時候 它已經一整鍋的一個塌 而且那個塌 也是從我們剛剛所講的 你看我們現在是把飯 加進去 而且它什麼 它在做的時候 它把草蝦 還有我們的芹菜 還有北海道的干貝 還有我們的那個蟹場蟹 全部都加進去 最後要上場之前對不對 重點就在這邊 這個呢 這個是炸的香米 炸的香米酥酥脆脆的 有沒有 酥脆 等到它火一關的時候 那個湯還在滾的時候 整個從上面 整個下去的時候 那個煙就整個慢慢的上來 慢慢上來就好像是 稀濕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朦朧美 對 而且這個泡飯真的很特別 你看是用這種已經炸過的香米 大家可以聽到 叮叮叮的聲音有沒有 而且還有吃起來 帶一點點我們那種泡飯 就帶一點那種南部那種 稀飯的一個海鮮飯的一個概念 重點是食材好 湯頭好 它的湯頭也是選用 剛剛的龍蝦 砂工 還有我們的這個白蝦 整個去熬煮三個小時的 一個時間在那邊 所以你看這段時間 而且可以到餐廳 好好的享受 有人在旁邊去整理給你看 我覺得真的是 很難得的一個享受在這邊